你见过鳄鱼和狮子抢食的场面吗? 作为两大顶级劣食者 他们之间发生正面遭遇 究竟是火花四溅还是一边倒的局势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只鳄鱼正在岸上打盹 结果没成想却遭遇五只狮子打量 狮子们面对这个庞然大物 很是好奇 然而鳄鱼看到这一幕 不停地呲牙咧嘴 以此给狮子下马威 然而 狮子毕竟数量占据优势 直接上来就对鳄鱼展开狂欧 还好鳄鱼有自知之明 没有纠缠下去 找机会赶紧逃向水中 看完上面的场面 想必你会很好奇 如果是单只狮子面对鳄鱼 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在下面的视频中 一只羚羊正在风驰电车般逃命 而追杀者正是一只凶猛的狮子 通过视频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狮子渐渐缩小与羚羊的差距之时 后者非常聪明地逃向水中 结果掀起的水花 直接影响了狮子的前行速度 进而被羚羊甩在了后面 此时的狮子自知良机一失 于是也主动放缓了追击脚步 然而 羚羊的危机时刻并没有真正解除 岸上的其他狮子 都在虎视眈眈着羚羊的一举一动 果然 其中一只狮子瞅准机会终于发动了 羚羊对这一切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而且在奔跑速度上也落了下风 很快 羚羊都没有逃出水域 就被狮子摁倒在地 四角朝天的羚羊根本无力抵抗 再加上狮子的所猴 它很快就失去了反抗之力 正当狮子满怀期待打算拖拽着羚羊美参之时 一只鳄鱼却赶来抢食 看到这一幕 狮子加快拖拽步伐 并不打算就此将猎物拱手让给鳄鱼 然而僵持了一阵后 狮子有点怂了 再加上另外一只鳄鱼也前来助阵 此只不妙的狮子 只好乖乖地送开羚羊跑到了岸上 否则 在没有其他狮子援助的情况下 它将无法抵挡两只鳄鱼 所以 也只有落得给鳄鱼做嫁衣的结局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